近日,一段疑似已故歌手李文生前控诉中国好声音节目的录音在网上曝光,引发了网友的强烈关注和愤怒。 在这段长达9分钟的录音中,李文哭诉自己在录制节目时所遭受的不公平和侮辱,指出节目赛制不公,节目组欺凌艺人,导师受到操控等情况。 这段录音已经发布,在网络上迅速发酵,多个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,让人们重新审视这档国内最火的综艺节目背后的真相。 据悉,李文在2022年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第四季的导师阵容,本来是为了对音乐的热爱和对年轻人的支持,但他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委屈。 他在录音中透露,他当时已经确诊了乳腺癌,并且腿部受伤严重,但他为了完成节目而忍痛坚持,甚至推迟了手术,但他得到的却是节目组的冷漠和恶意。 他说自己因为质疑节目赛制不合理而被节目组针对,甚至有工作人员要对他动手,硬拉他下舞台。 他还说自己在最后一天的录制中,因为腿部不变而要求学员站在自己旁边扶着唱歌,但节目组却故意安排学员站在另一边,导致他在舞台上摔倒受伤。 他说自己摔倒后坐在地上唱完歌曲,节目组却没有喊停,而是将这一幕播出,他说自己因为这次腿伤,根本没办法跳舞了。 李文的这番话引发了网友的热议,有人赞扬他的坦诚和勇气,有人感叹他的不义和辛苦,也有人质疑节目组的道德和良心。 不少网友表示期待官方对此事进行调查和说明,给李文一个公道。 与此同时,中国好声音节目组也迅速做出回应,在微博上发表声明,称爆料和视频均是断章取义。 内容不实,并表示已向相关部门报案,并将追究法律责任。 然而,中国好声音的声明并没有平息舆论的怒火,反而引来更多的质疑和不信任。 很多网友指出,中国好声音并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,而是用一纸空文来否认事实。 他们还质问,中国好声音为什么不公布原始录音和视频来还原真相? 中国好声音为什么不道歉并赔偿李文及其家属? 事实上,中国好声音节目背后隐藏着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。 其控制者是一位被称为中国莫多克的娱乐大佬。 他就是黎瑞刚。 黎瑞刚是华人文化产业的创始人。 他在2009年收购了连年亏损的星空传媒,并与老部下田明一起策划创办了中国好声音。 这档节目一经推出,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 不仅打造了一批明星,也让导师们重回事业巅峰。 黎瑞刚凭借这档节目,成为了内地娱乐圈的领军人物。 他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综艺节目, 还涉及电影、电视剧、直播、网站等多个领域。 据统计,他的资产超过300亿元, 掌控着国内娱乐市场60%以上的份额。 然而,正所谓水能在舟亦能复舟。 中国好声音节目从开始暗箱操作的那一刻起, 就注定了他的命运。 在过去的几年里, 中国好声音节目屡屡被曝出赛制不公。 导师受控,学员被剥削等丑闻, 让观众对这档节目失去了信任和兴趣。 豆瓣评分从最高的7.9跌至最低的2.5, 说明了一切。 而李文录音事件的曝光, 更是让中国好声音彻底暴露了其黑暗和丑陋的一面。 也让林锐刚引领的资本市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。 不仅名声受损, 甚至上市公司迎来单日股价最大程度的跌幅。 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